进台湾挖柜王之后 农粮署也将要举办台湾炒饭王比赛 利用指定食材国产稻米进行炒饭对决 而这次的比赛呢 也分成了美味经典炒饭组 还有创意潮流炒饭两组来参加比赛 高路猪油拼虾壳 等到虾壳转红逼出虾油之后 再加进肉丝虾仁 集结海陆两种风味 接着慢慢放入口感软Q的花冬米 和鸡蛋吸收油香 制造充满锅气的虾仁炒饭 就是台湾在地的经典美味 另外一边知名主持人吴凤 则是首次挑战制作土耳其炒饭料理 用鹰嘴豆加入台湾米 时不时翻动锅子 盛盘后再撒入胡椒粉跟水煮鸡肉丝 就大功告成 当经典虾仁炒饭碰上土耳其创意料理 两大炒饭PK 也为农粮所炒饭王对爵 做示范拉开许幕 经典妈妈味道的炒饭 就两种阶段不同 各有天秋 农粮暑计台湾第一碗最强旺贵后 再推出台湾炒饭王对决战 邀请小吃餐饮业者 以国产稻米作为主原料 融入地区特色农产品 推出特色炒饭 分炒美味经典以及创意潮流 两个主别 其中美味经典冠军 未来还能用冷冻炒饭的方式 在三大卖炒上架 更可以夺得10万元奖金 想要挖掘出台湾最厉害的炒饭 第一个就是过气 那再来就是煮饭的功力 那再来就是食材的搭配 去年的话 碗粿的话 我们一年至少 大概可以提升 大概500吨 炒饭用的换更多 我们希望能够至少 一万到两万公吨以上一年 透过炒饭王比赛 重新赋予米食的新价值 提高台湾米食消费量 让民众爱上国产稻米 记得我以前的陈清顺 台北报道 要迟下来